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师娘眼中的人生大事 今天师娘要跟大家说说什么主题呢 大家有看到桌上我放了一个牌位 今天师娘要跟大家讲讲关于这个临时牌位 以及到告别式结束之后 我们这个临时牌位要怎么处理呢 因为那天有一个粉丝有传讯息问我说 告别式结束后这个牌位是化掉呢 还是带回家呢 那今天师娘就先来跟大家解释这个牌位的部分 我们礼记里面有说明 丧礼凡两大端 一以奉体魄 一以示精神 奉体魄的部分呢 就是在处理大体 那示精神呢 示精神就是安顿灵魂 这个安顿灵魂呢 就是当大体安置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做隐魂立牌位的这个仪式 那当隐魂立牌位之后 之后的做法式啊 做妻啊 甚至告别式啊 等等等等 我们就是对着这个牌位来进行所有所有的仪式哦 那在告别式结束之后 大体进入口唱场去活化了 那我们这个牌位部分要怎么处理呢 那像这个临时牌位呢 一般告别式结束之后呢 我们有三个处理的方式 一个就是说我们请回家供奉 那如果说请回家供奉的话呢 就是放在我们一般的传统的祖先牌位的旁边 然后初一十五呢 我们就要供饭 那再来呢 就是如果不方便请回家供奉的话呢 像外面有一些私人的会馆啊 佛堂啊 它可能有提供供奉牌位 它可以帮忙不方便拜饭的家属 临时牌位到对年这一年还没有合炉之前的这段时间呢 它可以帮忙协助拜饭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请回家供奉 我们也不要放在私人佛堂 我们可能就是把牌位一起化掉 然后到时候就化成一个像香火袋 那这个香火袋呢到时候要安置在哪里 香火袋可能就是说 跟着我们的先人的骨冠一起敬塔安奉 一般现在来讲传统礼俗 应该就是三年合炉嘛 只是现在我们北部的通俗来讲 可能对年之后我们就会择吉日 做一个合炉的仪式 合炉的仪式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刚满一年的这个亲人呢 请回去跟我们的历代祖先呢 把它牌位写在一起 然后就做一个合炉的仪式 以后呢就一起办 所以呢一般来讲 就会分成大概这样的三个方式 所以之前我的粉丝问我说 他有看到 诶告别式结束之后 香火袋跟着棺木一起进去火化 通常不会发生 因为通常就是说 我们牌位没有办法请回去供奉的时候 才有可能把牌位化掉 化成香火袋 所以不会把牌位化掉之后 放成香火袋之后 香火袋再去化掉 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今天师娘眼中人生大事 就跟大家解释这个牌位的部分到这边 如果还想知道师娘眼中还有哪些人生大事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准时收看哦 拜拜